把它分别完成 所以启动的时候去抓 所以它会切到 也许就切到清单里面 去把资料全部丢过来 或者如果你不切过去的话 你可以去指向那个序值 序值一定要刮无清单 这是这个观点很重要 因为前面我们入门课程里面 比较少讲到有关那个工作表 序值物件 但是如果你多工作表 这个地方非常重要 因为常常有同学写错 都是因为忘了加工作表 物件名称 因为你一直很习惯嘛 其实你以为你已经切过 其实它没有切过去 那所以做法上面的话 不外乎就是说 你可以用什么 用slate方式 要不然就是说 你在前面加一个工作表名称 两种方式你可以挑一个 如果你两个都做 可不可以 当然也可以 只是有点多词一举 因为你已经切过去 就像说你已经在台北市了 你只要跟人家讲说 我在哪一条路上就好 你不要想说我在台北市的 人家反而还以为你在外线市了 OK 反而多词一举 OK 所以如果这个加的话 那这个其实就可以把它散掉了 因为你已经切过去了 那切过去的话呢 那这个地方就不需要再加这个东西 它也可以确定 但是记得就是你最后切过来 你一定要最后再切回去 你不要切过来了 但是忘了切回去 它又留在清单 那就会怪怪的 OK 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我这个做完之后 有清单了 第二个我希望怎么样 自动帮我带出这个单价过来 那不过刚刚在那个Excel里面环境 比较方便一点是直接用V2函数来查就好 可是现在在VBA在表单环境下 所以呢 如果说你要用那个查询的话 那这个地方就只能用VBA的方式了 不然的话你要用那个Excel里面的话 这个地方没办法去让你执行那个Excel 因为它这个是等于在国外一样 你在国外你就要国外 就是不同国啦 Excel的VBA跟Excel的函数 其实是两个不同的东西 那所以如果我要 当我下拉的时候改变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事件 一样会触发一个什么 这个点两下 会跳出一个叫Change的事件 也就是说呢 它里面有变更的时候 跟刚刚那个还蛮像的 Change的时候 所以呢将来你这个地方 就是Change它会自动会帮你带出这个 一个头一个头 里面的话呢 我们就在输入什么 当Change的时候 那我就怎么样 帮我到那个清单里面 所以我是用切过去的 切到清单 所以SLETE 然后呢到清单里面做什么呢 那帮我找找看 所以到清单里面帮我找什么 For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一列 做什么呢 帮我去找找看 有没有那个跟CMD上面A里面一样的东西 跟那个就是拿什么呢 拿那个清单里面的那个 比如说它这个地方 清单里面的选的其中一个是什么项目呢 假设说它今天呢 选了一个项目 这个项目假设是玩具的话 那它就要切到玩具里面呢 去比对 跟玩具有没有相同的 有 相同的话呢 那就是找玩具 把玩具同一样一列的隔壁栏的资料 帮我搬回来 搬到哪里呢 帮我搬到那个TES 那个里面去 那这个地方的写法 其实就是比对完之后 如果确定了相同的话 那就帮我把B栏的东西 放在那个TES B的那个 后面这个属性是它文 就是点TES 就帮我把它放进去的意思 那不过这里 我把它写在同一行 可能有些同学不太习惯 以前的写法一定会有个IF 那底下会有N的IF 但是如果说呢 未来 假如说你撰写的时候呢 后面就是你的执行程式里面 只有一行的话 那你底下其实有一种简化的写法 就是你可以把这一行 直接放到Zen 后面加个空白 And的IF可以不用 OK 不过前提是什么 就是你Zen 就是你下面只有一行的情况下 如果你有两行三行 那很抱歉不行 那这种写法是简化的 如果说你未来要简化 那个程式流程的话 那我就如果相同的 我就把它最后再把它 它切回到第一个工作 不要再切回去 OK 所以这个地方就可以自动带出 我们要的这个东西 再来输入数量 输入50 Enter OK 那Enter的话会触发哪个事件呢 特别注意啊 你Enter的话呢 它会触发 根据那个Excel里面的事件的话 其实里面我后来发现 这边有这么多 其中我后来发现 Excel是最OK的 意思就是你按Enter的时候呢 它会跳离 就是会离开那个 就是你现在的Focus 就是你现在这个 这个元件 当它exist的时候 那你就怎么样 把它相乘之后 丢到那个 我们的Label AboLabel的后面属性 记得是Caption 文字是那个 文字方块是点Test 这有点不太一样 所以你就 LBL D点 什么 点Caption 那Caption里面就放什么呢 把它相乘之后的结果 不过这种乘法 其实还蛮有趣的 一般的话 如果其他程式语言里面 理论上会先什么 先把它转型 因为你Test里面放的是文字 那文字乘文字 其实这样子 当然如果以其他程式语言 比如写Java的话 这一定是不行的 为什么 因为文字跟文字不能相乘 但是VBA 它有些地方还蛮 自动的啦 也蛮贴心的 因为它知道说你要相乘 它就帮你把里面的东西 自动转型了 OK 转成数字之后再来相乘 但是有一种可能 就是里面你真的放文字 它转不过去 那就会产生bug OK 所以当然你最好的方法是 可能还是要check一下 它输入了是不是一个数字 如果不是才能相乘 是的话才能相乘 不是的话那就跳出警告 跟它讲说 请输入一个数字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是当我选了一个 它去帮我找比对 比对到把B栏的带过来 然后当我把它输入一个数量 Enter 它会触发一个Exist的事件 然后呢 自动帮我把这个数量承担价的结果 放到这边来 Exist也可以来 或者你按Enter也可以 然后再来地区 最后呢你按确定它会怎么样呢 自动帮我找到这边的最下面一列 加1之后 帮我把这些东西怎么样 写到这边来 并且帮我把编号加了1写到下面来 OK那这怎么做 我这边按确定 我先demo一下 这边做完了 OK啦应该没问题 那实际上呢 就是把Exist当资料库来用 那这里面的话 基本流程 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 可能这个地方 大概比较概略先跟各位讲一下 如果细节部分的话 也许我们下一次 再把这个部分呢 后面呢 我们会再衔接资料库 也就未来 每个人填完 填完之后 我们全部把它集中在资料库里面 那怎么做 OK 那当然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按下确定之后呢 基本上第一个我先判断一下 就是里面 当然这个第一个先做逻辑判断 如果C里面没有输入任何东西 那会先跟他讲说一定要输入 所以未来如果说 假如说他这样子填了 可是这边没有输入都按确定 会跳了 请输入数量 游标放这里 一定要输入 输入完之后 按Enter离开 这个地方 他才可以允许我下一步 那再来的话就是说呢 我按确定之后 底下一样帮我做 这个小记这个有点重复了 这行其实可以把它拿掉 因为刚刚已经如果有做了这个可以 然后再来就是说呢 新增一栏 新增怎么新增一栏 新增到最下面一列加一 为什么要加一呢 因为我不可能说在最下面一列嘛 一定是加一列之后 然后分别把什么呢 A B C D E的东西呢 分别帮我搬到这五栏里面 最后的话呢 我再加上编号 那怎么加编号呢 这个地方呢 我先判断一下 A2里面是 这个判断实际上 是如果说你完全都是空白的 OK 那因为我有东西 所以跑这个逻辑 那我先怎么样 先把这个储存格 里面的储存格 先把它变成通用格式 跟这样 这个是应该是 把它改成那个文字 因为如果说你 假设你只 如果没有把这个储存格式 改成那个按右键 储存格式 如果你没有把它变成什么 文字的话 那你直接写 0001 丢字资料会怎么样 变1嘛 对不对 所以啊 这边的话 我的做法是 把它改成文字 再丢资料 那怎么样 把预设的格式改为文字 其实我是这样 先切文字 再切字帝 那你会发现 字帝里面就有个小老鼠 那我把这个小老鼠放在哪里呢 放在未来我要丢的那个 Lambert Formate Local 这个属性里面 然后呢 再用formate的方式 其实我前面讲过啦 TESSA在VBA里面可以用formate来做 然后呢 把上一列 上一列基本上就是R 有没有 减掉1 实际上就是它的上面一列 假设是0021好了 放到这边 A缆加了1 那就是 其实加了1 之后变22 因为加减 它不可能00保留 那再把它格式化 格式化之后的话 变0022 所以 将来如果多一笔的话 写到下面的话 那就变0022 OK 然后最后的话 游标 再停到最下面 为什么 因为可能很多很多的 那如果你没有停在 你现在这一列的话 也许在上面 你以为你没输入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那程式部分的话呢 我也有把它放在云端上 这部分先看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那今天的话 大概就先讲到 那个我们 如何做一些 自动化输入的部分 那主要当然 我们前面是 不是用表单的方法 但你也可以怎么样 自动的向下拉 让它输入之后 自动会把资料输入 但是未来 当然如果你要比较有系统的 而且比较正式的话 那我们可以用那个 表单的方式 那下一个礼拜的话 当然输入 输入 输入完之后 每个人都输入之后 最后呢 要把资料呢 放在一个 大家共用的地方 那通常呢 我们会用资料库 不过资料库 那你用哪一种资料库 比较好 其实通常 我还是比较建议 用那种 网路型的资料库 因为如果你用像 SS这种 档案型的资料库 它基本上还是单基石 它比较 设计是在单基上使用 所以呢 还是比较 我是觉得还是不好用 那如果说 你用网路型的资料库 现在大部分都是要 额外再花一个费用 像Seql Server 你要买要授权 所以如果你不想要有 这个授权的费用的问题 那其实我建议 你可以改用像 MySeql 后面我们会讲 用MySeql的方式 不过 MySeql的部分 其实它的设定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所以回去的话 请各位 我底下 后面还有一些 有关资料库的相关设定 那这部分我想 我们下个礼拜的 再来看 那回去有时间 我是建议你可以 先预习一下 那一样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步骤 会比入门班 来的又更加的多了 所以有些细节 可能你一下子 没办法听懂 没关系 我也把它录下来 一样 请各位就是 收到 应该都有收到那个 mail 那请各位自行 再加入到论坛 那今天的录影 一样会帮各位 把它贴到论坛 也会转寄到你的信箱里面 回去的话 你在 我想细节部分 你再看一下 尽可能就是 用理解的 有些东西 其实为什么会这样的写 其实都是有它的逻辑性 OK